赤资14亿美元,纽约世贸中心地铁转运站启用 哇,真是太美了 造价14亿美元的美国纽约最大地铁转运中心福尔顿站已在这个星期天启用 转运站的大厅调高明亮 更重要的是,有9条地铁在这里交汇 是新世贸中心连接到纽约其他地方的动脉 估计每天乘客流量将高达30万人 董新闻总和报导